國際焦點我們先帶你們到泰國的清邁 因為從前天開始這個地方受到了熱帶風暴的影響 因此強風奏雨 許多地區也因此嚴重的淹水包含了樹木屋頂被摧毀 而且更慘的是居然還罕見的下起了冰雹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段畫面是來自推特 狂風當中是夾雜了大小不一的冰球直接落下 而除了市區滿地都是冰球之外 在鄉村地區的梯田也是呈現一片雪白 這些農作物恐怕都會受到不小的影響 不過還好在這一起的風暴當中 並沒有任何人員受傷 另外北韓的官媒在今天公布了核攻擊演習的畫面 照片當中你除了看到金正恩跟他的愛女金珠愛在第一排之外 還有一個神秘人士引發了外界好奇 也就是現在畫面當中看到紅色圈圈的這名神秘人士 他不只戴著口罩戴著墨鏡 而且照片還特別打上了馬賽克 由於金正恩身邊比較少見這種身形微胖的人物 因此特別引發了南韓國情單位的關注 現在也懷疑他可能是核戰術方面的負責人 因此才會穿著軍裝 陪同金正恩婦女在第一排視察 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要帶您聚焦俄羅斯跟烏克蘭 他們兩國家的歷史 其實從第二時期跟蘇聯時期開始講 他們本來還是同一個國家 但如今事過境遷在2023年現實是俄武戰爭已經開打了一周年 而且就因為這次的炮火 烏克蘭的文化界 人士已經開始認為 有必要從文化上把俄羅斯跟烏克蘭 兩個國家給區分開來 而且透過他們的手腕 現在還要讓全球的博物館重新檢視 這些過去稱為俄羅斯藝術品的作品 是不是其實是屬於烏克蘭 譬如說我們今天為您列出的這三幅作品 首先要看到這個是法國畫家鬥家的粉彩畫 叫做俄羅斯的舞者們 但是這個本來叫做俄羅斯舞者們的作品 在17號的時候被報導更名為 叫做是穿著烏克蘭服飾的舞者們 而另外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所被刊展的這幅叫做洪夕陽的作品 過去他的作者會被敘述成是俄國畫家庫英之 但是現在被改為介紹 他是一名烏克蘭人在俄羅斯帝國出生 以及最後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加爾旋的校上畫 過去他的作者是被描述為是俄國的畫家叫列兵 如今他也被強調其實這個列兵有烏克蘭的背景 這些證明運動人士他們所強調的是 縱然烏克蘭在歷史上曾經被蘇聯征服 但是文化不應該被一併征服 而如果接下來這些西方國家不認可烏克蘭人的 藝術作品等等的成就這也等同於是俄國殖民的幫凶 所以看起來接下來還會有一陣子的政兵潮